Hello,大家好,我是熊二,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 熊二现在呢,在水崖村山底上 沙沙房子前段时间租给了一位游客大哥 然后那个大哥呢,已经走了 熊二呢,来到了这个山上 收拾房子,打扫卫生 准备在山上开这个民宿 然后游客来的话,给他们做点吃的等等这些 因为山上现在都掰到县城去了 都没人在 除了那边,管你有敢来 几个催谜以外就没人了 所以时候呢,你就绝地在山上 这个分享我的生活 然后呢,一个人在山上的生活 分享给你们 在山上就是把床铺啊这些打扫一下 如果有游客来的话,招待一下游客 粉丝来的话,接待粉丝 然后给游客啊,粉丝啊这些做点吃的等等这些 因为现在好多游客来到了悬崖村都没能吃上咱们这边的特产 就是咱们这边的托托肉 这个山上特别无聊 主要昨天到这个山上都特别无聊 睡到现在周五啊 我们这山上每天来的游客 还是有那么几个 大概平时下来的话,一天有可能到山上的有七八个左右吧 所以呢,熊儿准备下去买点吃的 买点礼食,买点水上来卖 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熊儿家跟以前的巨片啊,变化特别大 给你们看看我去年存的腊肉啊,变成什么样了啊 带你们去看一下 然后熊儿几天的任务的话就是打扫内生 然后把被子啊,托的这些洗掉 但是没想到我一觉醒来,店就停了 所以,洗这些被子啊,托的这些就洗不了了 我先打扫家里面卫生,等店来了 我们再去把这个所有的被子和托的这些洗掉 熊儿现在也要到上面去接水 因为熊儿也有一年多没上来了 一年多没住在这里生活 所以水都不知道在哪里断掉了 所以现在要去修啊 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下熊儿一个人在山上的生活啊 给你们看看去年到今年熊儿家垂饭的东西都变成什么样了啊 动 今天的风景特别好 看看那边的大了伤 而且今天还出了这个太阳 村上的话现在都没人了 下面看看绿色盖的房子都没人了 盖的这么好都摆到现场去了 现在整个村可以来说是熊儿 还有那边有赶来几个村民在的话 其他都没什么人了 催泥的变化特别大 催泥的变化特别大 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种地种玉米 现在到了种玉米的季节都没有人在地里面盖 熊儿昨天我的话就睡在这个小屋里面 因为这个屋子里面下雨的话不会漏里 上面这些网线 前段时间熊儿才在县城买来的网片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是昨天我家旧睡的 然后洗衣机这些都在这里 带你们去看一下大屋里面啊 大屋子里面去年存的腊肉和去年割鸡 年存饭的东西都变成什么样了 在起电了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们先看陛下吧 陛下里面的东西吧 这个陛下提电了 所以里面存的腊肉都坏掉了 看 腊肉都变成这个样了 这个吃不着 然后这边大陛下里面还有好多肉 去年的肉啊都没吃 看看还有这么多肉都吃不了 都坏掉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看就是 齐两年 我们 嗯齐两年我跟小花合照的照片 看变化特别大 以前的话还有土墙 然后看雪崖村住所 以前的话搞住所了 房子那个碗片下面都挂着玉米还有鸡 现在都没有这个了 这个要好好的保管一下 等一下雪崖村把它弄干净一点啊 然后再挂到下面去 先放在这里暂时 然后看垂放这个东西的地方都这么烂了 到处都是灰 所以要全部洗掉 看看这里还有肉 也快扯这个样子 看而且这块腊肉被那个老鼠给咬咬掉了 这个是灶台 我们以前做饭都在这里煮饭 现在的话都不用了 看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嗯 这些要全部给它洗掉 熊啊现在呢 准备要去找水去了 看看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我们从这里走到那个山顶上去 用我们家的水从这里封垢下来 我们去看看是不是在这里问题啊 这里呢之前也是看民宿 小卖部接待游客的 现在呢也没人了 也摆到县城去了 以后整片雪崖村都是我的 现在山上的话就适合发羊 等熊儿以后 有了那么一点点司令了 熊儿呢要买点羊上来喂起 然后等你们来吃烤鸭 吃烤鸭 看有吃住住住宿五十元小吃店 这家的院子还是挺大的 而且外面搞的特别漂亮 我的天哪 原来如此水 快在这么地方 我的天哪 等一下我们先把那上面的水 接下来了 再来弄最下面的 看看 这个院子 都弄成这个样这么像 才摆到县城去 这里面呢也有住宿啊 你看看 住宿五十元 然后这旁边是卫生间 走先去找水 我的天哪 这个广子都这么乱了 看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不知道出现在哪里的问题了 不知道出现在哪里的问题了 找不到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的天哪 这个水 还是怎么回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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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问这个问题在哪里吧 去下面问一下那个有感的那几个村民啊 找不到这个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哎呀 找了好久的水 都没能找到水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刚刚呢 我跟那边有感的那几个村了 他们等一下过去看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 水圈又返回来了 现在小奶把我这些全部收到一个桶里面 等水来了一起洗掉啊 开始收啊 加油 好了看 这些都要洗掉 我的天哪 全部放在这个桶里面去 然后等一下 这个水洗不了了 等一下水来了 我们再给它洗掉 哎呀 终于把这些全部收到里面了 等一下拿水了 再给它洗掉 哎呀 今天就先休息吧 等一下拿水了 再 盖火 现在没有水什么也盖不了 哎 现在山上呢 没什么东西可吃了 刚刚 我叫了我的老表 叫他从下面带点泡面 带点东西上来 带点饮料上来 所以等一下要下去接老表 老表现在应该 从他那个家里面 开摩托车出发了 哎 这个水扬头沙酒下 买东西上来 等一下要去接老表 哎 今天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先拍到这里 每天我和老表 在一起慢慢收拾 哎呀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